抓特点画简笔画 今天是24克神奇的一笔简笔画 我们用一笔就可以画出神奇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画马 马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比较复杂的 但是我们用一笔却也可以画出来 不信我们试试看 现在我们先开始画马的头 神奇的一笔简笔画 你要知道起笔第一笔应该画什么 这很重要 好我们来画马 大家注意看 画马的头 下来 这边有马的嘴巴 马的头部 多画几个圈 上去 马的毛发 马的身体 再下来 马的腿 再马的肚腹 哎呦有点胖哈 再马的 哎呦 这个一直在转 马的脚 马的脚上来 这就是一匹马 就是用一笔画出来的 那还有什么可以用一笔画出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神奇的一笔画 简笔画 比如说我们画在这里哈 注意第一笔 奇笔是哪一笔很重要 我们现在画一只狗 狗怎么画呢 奇笔先画他的头 注意奇笔常常是要么画脚 要么画头 注意啊 奇笔要么是画脚 要么是画头 他的尾巴下来 他的脚 上来 这有点像腊肠狗啊 常常的 这就是狗 对不对 一只狗 看得出来是狗啊 这就是神奇的一笔 简笔画 咱们用一笔就可以画出来的 还有什么可以一笔画出来呢 现在大家看看我画的是啥东西 让你们猜哈 也是一笔画出来的 好 先画他的头 注意 通常都是先画头的 下来 我画的是什么呢 大家注意看 我到底画的是什么呢 有些人看出来了 但是有些人好像还没有看出来 没有问题 我画的是什么 能看出来吗 我画的是骆驼 沙漠之舟 骆驼 能看得出来 驼峰 骆驼 也是一笔画出来的 所以这就是神奇的一笔画 简笔法 神奇的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画呢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画这个东西 大家能看看我画的是傻东西 也是一笔画出来的 如果不是从头开始画呢 就是从脚开始画 现在我们从他的脚开始画好了 再画他的头 没有问题的 好 大家看看我画的是啥 画的到底是啥东西呢 画的是啥 是鸟还是企鹅 看不出来是吧 没问题 那就当成是一样鸟 或者且你想画啥就画啥吧 好 我们在最后画一样 这个应该大家能看出来 我画在这里 画小一点 大家看出来是什么 要么从头开始画 要么从脚开始画 从脚开始画好了 哇 很长很长的脚哦 然后我们再画他的身体 然后画他的头的部位 哎呦 画到这边来了 大家能看得出来吗 能看得出来吗 画到这边来了 再画他的头部 脖子长长的 然后他的头部 哎 看得出来吗 哎呀 已经重叠了 这是什么 这是丹顶鹤吗 是不是丹顶鹤 丹顶鹤也可以 鹤也可以 鹤立鸡群的鹤 反正这一些呢 都是一笔画出来的 这就是神奇的剪笔画 注意 要么从头开始画 要么从脚开始画 一笔可以画出很多的东西 好 这一刻就到这 拜拜 拜拜